YouTube目前只支持以下四个平台用于开设网店,让创作者能够直接通过视频展示、销售商品。 以下是这四个平台的详细介绍。 1. Fourth Wall 概述, Fourth Wall是一个专为创作者设计的电商平台。 它允许内容创作者轻松构建和管理自己的在线商店,同时可以自定义商店外观、管理产品等特色功能。 提供品牌化工具,帮助创作者在商店内展示自己的品牌个性。 支持订阅、虚拟产品销售等功能,方便创作者推广不同类型的商品。 支持定制的捐赠、支付等功能,便于粉丝支持创作者。 优点,操作简单,易于创建独特的品牌风格,适合希望独立经营品牌的创作者。 2. Shopify 概述,Shopify是全球领先的电商平台,广泛支持各种规模的在线商店。 YouTube与Shopify的深度整合使其成为创作者开设网店的热门选择。 特色功能。 拥有强大的订单管理、库存管理和支付系统,方便商家管理商品。 支持在YouTube视频和直播下展示商品链接,让粉丝直接点击购买。 提供多种插件与应用,商家可以根据需求扩展功能。 优点,功能丰富,支持全球支付,适合成熟的品牌和大规模销售需求的商家。 3. Spreadshop 概述, Spreadshop是一个免费的按需应染平台,主要用于销售定制商品如T恤、帽子、配饰等。 特色功能。 不需要库存,采用按需应染的模式,当订单生成时,再进行生产,降低了商家的库存成本。 提供免费的设计模板和工具,简化商品上架的流程。 订阅人数超过5万的创作者可以获得免费设计福利,帮助商家进行创意设计。 优点,适合创作者推出品牌周边商品,简单易用,风险低。 4. Spring 原梯Spring 概述,Spring是另一个按需应染平台,主要帮助创作者销售定制商品,无需库存,用户下单后即开始生产。 特色功能。 操作简单,适合创作者自定义并销售各种周边商品。 提供丰富的商品选择,包括服装、家居装饰、配件等。 拥有强大的营销支持和跨平台推广功能,订阅人数超过10万的创作者还可以获得免费设计支持。 优点,适合新手创作者和有一定粉丝基础的网红,按需印刷降低了风险和成本。 这四个平台的共同特点是可以与YouTube的系统无缝整合,帮助创作者通过视频展示商品,让粉丝可以直接从视频或频道中购物,非常适合内容创作者拓展收入来源。 感谢观看